相貌好的人就生傲慢心 而相貌不好的人就生自卑心 请问相貌交叉的修行人 如何克服心理自卑的烦恼 因为如果长生自卑心 心就不清净了 心不清净就不能往生净土 这个话对一点都没错 所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大家相貌都一样 你看看阿弥陀经无量寿经上讲的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相貌都相同 为什么相貌相同呢 就是因为他方世界相貌好的人傲慢 相貌不好的人自卑 阿弥陀佛大慈大为 在极乐世界把这种事情消除掉了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每一个人的相好都跟阿弥陀佛相同 决定没有差别 那么这样也许有同修怀疑 那大家相貌都一样 那哪张三离四都认不得了 是不是变成混淆了呢 佛告诉我们 佛告诉我们 佛会 为什么呢 到那个地方 每一个人都有智慧 每一个人呢 六种神通都居住 所以对于人绝对不会错认 虽然大家相貌都一样 虽然大家相貌都一样 也不会把人扫人 这一点我们就大可放心了 那么现在话说回来 我们现在还没到极乐世界去 在现前这个状况之下 我们要把这个烦恼消除 一心念佛 不要想相貌好坏 不想这个事情 知道了 我们今天念佛修阴正苦 古报是究竟圆满的 现在相貌稠陋一点 没关系 过几年到极乐世界 那就是最殊胜的相好 何况佛号愿念 真的 这个相也在那边 我们看 佛的相貌 决定是相同的 佛佛道同 菩萨的相貌非常接近 差别不大 阿罗汉的相貌 就完全不一样 你们看那个十八罗汉 五八罗汉的造像 相貌各个不相同 有很多稀奇古怪的相貌 但是你仔细去看他呢 他有智慧 他有慈悲 他并不难看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不要在这个里面去深 分别执着 一心念佛 自不知不觉 我们的身体相貌 都在那里转变 我让我留意 在这个里面 我们不知不知 因为你才有 不知不觉 成功 这点是 老虹 我们不知 社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